在2008年的NCAA第二场淘汰赛中 库里再次在下半场大发神威 他率领戴维森学院干掉了二号种子乔治成大学 这所毫无名声的学校竟然击败了超级名校 只是因为有库里的存在 戴维森学院一度落后17分 但库里下半场独得25分 乔治成大学派出一名防守专家 以及NBA传奇巨星帕特里克尤因的儿子小尤因来报家库里 结果库里却投进5G3分 率领戴维森大学立刻乔治成杀进16强 接下来的比赛库里再次投进5G3分 用33分的表现带队击败三号种子威斯康辛大学 下一场他们面对的是顶级豪门堪萨斯大学 这支球队上场的八个球员最后有七个登陆了NBA 而戴维森学院只有一个库里 面对着对面的全员好手库里手感冰冷 但他在最后两分钟突然手感滚烫 最后给球队赢得了绝杀的机会 但面对着双人包夹 库里选择了传球 他的队友最终没能投进那几绝杀 戴维森学院以57比59西败堪萨斯 而堪萨斯也夺得了当年的NCA冠军 库里在最后时刻收敛了自己的杀手本色 试图用正确的方式打球 但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